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ideo这边解释详解 我是你的提琴讲师 那么讲完class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来讲一下绑定内联样式 内联样式 所谓内联样式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语法 就是什么style 那我们分为三部分来讲解 第一部分对象语法 第二部分宿主语法 然后最后就稍微再 讲一下 怎么叫做自动添加前缀 OK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象语法 其实它的语法十分直观 我们看着就有点像 CSS 的一种JSquare对象 那么这种方式写法 就跟我们直接的用style的方式写 很像 只不过说里面的属性名字 或者短横性 短横风格的一种方式来命名 那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样子就是这样 好 div 然后呢 v-blind 就是说这里不是class了 是style v-blind style v-blind style之后呢 然后在里面感觉就有点像是在写 CSS一样 但是实际上我们写成的JS的对象 OK class 首先我们比如说像要控制颜色 color 然后后面是color 设置对吧 如果style的话 就是像这样来写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是写一个 什么呢 对象的属性名 好 front size front size还是一样的 我们的这个 css的属性 属性名 然后呢 它的值也是一个对象的属性名 那么 那这里呢 我们还是强调一下 它这个名称 还只是取直过来 还可以做个拼接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还可以有一个简单的表达式 在里面 OK 然后下面 我们就可以在date里面 好 我们的active color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值呢 好OK 我们就发现它red 这块 然后呢 会自动的给我们渲染成style color等于red 然后呢 front size等于30 再加上这个px 就是30px OK 它会自动现在渲染过来 好 那我们简单的用个实际的例子 来看一下吧 在这里 还是还是这一个案例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把前面这部分保留 在后面我们增加了一个mainbeland style style 里面我们有个color 那它是 的值是find color 然后find style 我们的值是find style OK 那find color 我们看一下 它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对象里面的话 find color find color 我后面的值是red 也就是红色 find style的话 我后面更的值是这个atelic 也就是说是倾斜 对吧 倾斜在这里呢 好 我们就像这样来一下 那两部分 一个红色 一个倾斜 好 我们看一下吧 好 我们就发现这个里面的文字 它变红 并且变倾斜了 好 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 在这个里面 OK class 还是head msg 前面这一部分 不用管 OK 涉及到class 这边的地方 我们发现不会影响 好 无论它是效率 还是信息 它都不影响后面了 好 关键是我们看 现在style在后面 它直接给我们渗染上了color red 好 fontstyle atelic atelic OK 它就直接现在给我们渗染在后面了 直接就像这个渗染在后面的话 就说明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OK 这种方式非常的容易理解 好 这就是对象语法当中最基本的一种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想能够看得更清晰一些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反映到一个样式对象 好 样式对象就跟我们刚才的class 是很差不多的 就是withbeland style 然后面就认识style object style object 在这里的 好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样式对象 那么在data里面 我们就专门在声明一个style object 然后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值 所以在这个里面 直接就是我们sense的值 比如说class 好 read fantasy 好 是三项数这块 那么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写法 是图峰命名法 好 就会把我们sense的这个中横干 这一块直接给它改成图峰命名的写法 好 那我们看一下吧 那这里 好 我们也是一样 就把这个style object 这一块部分 我们把它放成了一个对象 然后呢 在下面这里 我们就直接 withbeland style 后面就跟着是style object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 我们发现它跟刚才的显示一模一样 那么我们再查看语言代码 我们发现后面依然是跟着style 它的color red fantasy fantstyle 等于atlic ok 没有问题 那么它和它的硬术的效果一模一样 那之所以像这样提出来的是 像这样来写 好 直接可以写在这里 但是这种写法的话 还不如直接用style表现 所以呢 又多增加了一个对象的方式 那么这两点都相当于是 我们的这个强化的部分 它后面可以跟一个对象 ok 后面直接跟着一个对象在这里 好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style里面的对象语法